169 北京神報 華彭飛高宋轉股漲停 2015年7月22日證券投資B08週一期指的暴跌 並沒有影響到昨天現貨指數的走勢 昨天活指指示開盤下跌1%左右 然後就被券商等板塊拉起 午後更是有高速公路等板塊迅速掘起 板塊各股幾乎全線上張主營貨物運輸的創業板 個股華彭飛300-350 昨天計週一之後再次封一字帳停板182萬元資金淨流入 深圳市華彭飛現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主營業務 綜合物流服務以及供應鏈商品銷售 公司作為國內電子信息產業領域專業物流服務的骨幹企業 通過陷入客戶生產、採購、分銷及逆向等內部業務流程 提供一體化、一站式、個性化的綜合物流整體解決方案 同時,根據客戶需求 提供包括方案設計、運輸、倉儲、裝設、 配送與信息處理等各項服務 以及基於綜合物流服務的RDCDC 公司、外包管理、供應商管理庫存、流通加工等其他增值物流服務 公司圍繞大物流產業鏈中向深化 利用移動信息化技術、互聯網技術、通過外燃式增長 逐步搭建一體化供應鏈平台、實現物流、信息流、資金流三流合一 今年年初的定爭佈局大物流計劃使得公司估值水平獲得顯著提升 今年7月7日 話棚非法部重大事項停牌公告 公司已投資收購供應鏈峰控領域相關企業 投資規模預計不低於人民幣1.3億元 股票於7月7日開始起停牌 7月20日 話棚非法部復排公告 並公布了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 董事長兼總經理張京宇提議公司2015年半年度利潤分配預案為 以公告實施利潤分配的股權登記日當天的總股本為基數 以資本公積金向全體股東每10股轉增10股 本週一復排之後 該股已是連續兩個漲停 基金二季報顯示 華棚非成為二季度基金增倉股第一名 增倉比例為29.36% 由於獲得機構青來 華棚非二季度股價出現大幅上漲 從3月底60元附近狂飆至191元 近期出現大幅調整 但目前仍在75元上下 2400萬股的流通盤 二季度末就有共計六隻基金持有該股 復排後的成交降至該股的地量水平 說明駐紮在其中的主力比較適受 《北京神報》記者流暢 《北京神報》記者流暢